各位我發現有一件事情要跟你們講一下 就是目前我有三支帳號 第一支帳號就是瑞瑞超人 然後第二支就是那個激情蓋瑞與海牛 第三支就是目前各位你們看到的蓋瑞 欸不是蓋瑞小小號 記得喔兩個小那個才是我 什麼兩個小我會告訴我 我們這裡呢 這個這支的牌位他是目前在C牌 然後勝率多少好像九層還八層吧 有點忘記了 反正這支帳號等級非常非常的低 然後奧義基本上好像是 我好像都套用那個一等的 因為這支沒有錢 然後就是我之前開的一支小號 想出來測試體驗一下 你知道嗎 C牌的地獄 因為聽說最近開學了 真的還假的 那我們就來打打看 OK 我們這裡呢 隊友跟我說他想要吃藍 可是這個我是一個 我這場我用凡恩打野 那基本上我不推薦各位你們使用凡恩來去做打野 射手位如果人家打野還是選擇 第一個首選當然就是井超級無敵猛的 然後第二個首選就是林地 OK 反正不太適合拿去打打野位 那 該位這裡之所以會用打野位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沒有千買角色 我只好用那個免費的 免費的來去做使用 OK 哇 剛剛那波超虧 什麼都沒有打到你知道嗎 我們打了 打超久沒有人死掉 尷尬 我們這裡呢 先來去把這個 狀態給補回來 然後藍buff吃一吃 那我已經說他需要藍 需要藍 這個應該是 他其實 诶 諾可西需要藍嗎 我目前還真的沒有遇到 就是我在打那個 本號排位的時候 還真的沒有看過 有諾可西 會跟我要藍 會跟打野要藍 這個很少看到啦 這個 我是覺得諾可西打兵線 你只要控制好你的被動 就是基本上 還有你的A技能 不要一直常常開著 基本上你是很少很少 會需要拿到藍buff 我們這裡呢 嗯 還是做好我們的本分就好了 就是我們想辦法 這場給凱瑞起來 然後我們先把自己的狀態呢 給拉起來 紅buff這裡吃到一半的時候 發現 小地圖在打架 我們這裡呢 先不吃紅buff了 趕快趕過去救駕 我們的隊友 這裡呢 直接一個紅標 加上一個黃標 再一個大絕 直接一個加速 一個普攻 順利的 帶走 敵方七了 這時候呢 就慢慢的把敵方小丑 給收割就可以了 這時候呢 交一個小觀念 你很明顯的發現說 敵方死了三隻 剛剛呢 要補線的那隻神殿俠 他現在在下路 所以呢 我們就趁這波空檔 有兵線 有空檔 我們就直接 把這個中塔 點掉大半的血量 現在兵線呢 又被rush掉 敵方神殿俠 也沒有來做補線 沒有任何一個人 要來做補線的時候 這個中塔一定是掉定了 所以我們剛剛呢 就是趁這波攻勢 趕快把你的雪球給滾起來 我自己在打這個 這叫什麼 小小號的時候 我發現其實大家都有一個 其實 在比較下面的排位的玩家 都有一個很大的共通缺點 就是你們拿到經濟之後 你們不知道怎麼贏遊戲 你知道嗎 就是 你手上有大量的經濟 你有人頭 你有塔 但是你不知道 要怎麼把這個 你手上的錢拿去做一個投資 你知道嗎 你不能一直存定存啊 你懂我的 你懂我的那個 你懂我的想法嗎 就是 這是一個快速膨脹的世界 你必須把你的錢拿去做投資 你這個高風險 不是也不是高風險 就是你要想辦法把這個錢拿去做投資 反正就是這樣啦 不要逛啦 反正就是這樣子 OK 我們這裡做了一波蹲點之後呢 這個閃電俠直接開了一個大決 我們這時候呢 盯著就是他的這個 一技能的那個反升的點 他這裡呢 沒有把兵線給清掉 那我們就趁這波攻勢 直接把這個下塔給點掉 很明顯的嘛 剛剛這波也是一樣 第一方呢都在上面 然後呢閃電俠唯一在首先的這個人 死掉了 所以我們就趁這波攻勢呢 把這個下塔也一起點掉 超級無敵賺的 OK 好順便呢 來收個稅 就是把這個 完蛋了 我的藍要不見了 哈哈 那這個 我們真的要跟隊友講一下 就是拜託他不要吃這個藍 因為我看到他的 他狀態蠻好的啊 他的藍條是滿的 然後 他吃藍 這個 我真的是不太懂 因為諾可惜真的 如果你會玩的話 你一定會把你的魔給控得好好的 而不是 一直 你知道嗎 就是一直把你的一技能一直開著 你那個開著 一直開 你當然很快就沒有魔啊 OK 我們這裡呢跟他提醒一下 就是你的被動會回魔 我真的必須跟他講一下這個 小小的提示他一下 那我們也不要太兇啊 就跟他說欸 你吃屁啊 我覺得那個不用 就是你就好好的跟他做良性溝通 畢竟這是一款遊戲 你遊戲 我覺得啦 就是 遊戲你打得再強 但是 說真的 你講話 就像你今天在台上 一個老師 你是下面的學生 老師兇的要死 他講的雖然是對的 但是你聽得下去嗎 我如果是學生 我覺得聽不下去 所以呢我覺得 大家就是秉持著一個 你懂 但是你還是要透過一個 比較良性的溝通 來去告訴他 敵人 那不是敵人 就是你的 你要教導的那個人 他才會聽得下去 OK 我們這裡呢直接做一波gank 直接落後 然後再一個大絕 直接加速 大絕我覺得 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用的東西 就是他加速得非常非常快 然後奇爾開大絕的時候 你就很明顯的 你有沒有看到我剛剛那一波 就是奇爾開大絕在我身上的時候 我立刻來去靠著我們家的隊友 儘量靠那個 血比較多的那個隊友 像剛剛我就是直接靠到 我們家塔拉的身上 因為他血很多嘛 他又是坦克 他一定坦得住 就是他一定可以跟我共享那個傷害 那我們就可以把我們自己 對於自己身上的傷害 所以他會減免很多 我們這裡呢 來去gank一下敵方的塔拉 他這裡應該是開過大絕了 對沒有錯 他已經開過大絕了 然後這裡一樣小小的技巧 就是因為我身上有紅 所以我剛剛在旁邊 塔的外圍繞了一下 就是我不想要讓那個塔 來去消耗掉我的血線 這裡應該可以打一波會戰 可是剛剛奇爾大絕有點對我有點damage 我們這裡沒有關係 他已經沒有任何瞬移了 那我們這裡直接追上去 這裡好像有點不太行 這個消耗有點猛啊 消耗超痛的 我老天爺 我們這裡這個血線應該是 應該是 這個不要死喔 這個OK 喔 夭壽 這個血線 這個已經是牙籤血 你知道嗎 跟聊完事的觀眾 各位男性觀眾差不多一樣 是有 我們這裡來去吃一個 古龍的buff 來去讓自己的血線升起來 我覺得現在目前這一版的那個 就是2.0版的那個 古龍的buff 我覺得改的超級無敵好 就是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停下來 就是不能做那個戰鬥狀態 你就可以回血了 我覺得超級棒的 我們這裡呢 把這個魔龍給吃掉 基本上到後鞋的時候 我還是會選擇把聲音魔龍克的給吃掉 然後呢 如果 基本上如果敵 啊完蛋了 我這裡忘記一個事情了 我忘記拿那個 黑暗之刺了 啊算了就這樣 撈了撈了 沒有關係 我們這裡呢 一個水溝蓋跑法 沒有錯的頭文字D 我們這裡呢 直接順利的拿下這個 齊爾的人頭 然後順便去 帶一下兵線 這裡呢 再順便跟各位 嗯 CD牌的朋友們 回來2b牌的朋友們 也順便講一下 就是呢 你可以看到我們現在隊友都在中路打架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沒有兵線 沒有錯 你沒有兵線的時候 你打架 沒有什麼意義 你知道嗎 你就算打贏了 但是你拿不到任何東西 你倒不如像我現在一樣 就是 我看的小地圖的明顯 我知道說 這一波 這個上塔可以拆 我就順利的把這個外塔 磨掉 那這裡就其實蠻算的 我們這裡呢 再來去蹲一波草叢 現在呢 不太知道敵方的位置到底在哪裡 因為 這個不是信長 不是那個龍 就是你不能看到 看到那個視野 我們這裡呢 蹲一波草叢看一下 很明顯的現在怎樣呢 敵方上路那隻小丑 落單了 現在要幹嘛 就是直接上去堆他 就是這麼簡單 我們這裡呢 直接先把他逼在這個草叢 這裡呢 直接一個黃標 然後配合我們這個 我們加中路這個二星人丟得很準 然後 他怎麼了 求你了 他 好吧 這個怒河西還是很可愛 我覺得他蠻可愛的啦 就是他還是很想要死那個籃 那我後來還是 我就想說 那就給他吧 就是讓他自己去拿 我們這裡呢 來去做一個打架的動作 這裡就可以打架了 因為中路兵線來了 然後我們這裡呢 直接一個深堆 直接追出去順利的帶走 他的人頭 這時候我的血很殘 我決定先來去 把這個 消毒怪給吃一吃 讓我自己的血線給回起來 不然基本上 我這個一槍我就掰了 我們這裡呢 先歸一點 先冷靜一點 要膨脹 沒有錯 Gary的那個手臂上 Stay hungry 沒有錯 我們要 那個什麼 保持即可 對於成功這件事情 千萬不能膨脹 膨脹就完蛋了 沒有錯 我們要冷靜 要穩穩的 我現在時不時就把自己 看一下那個自己手上 你知道嗎 雖然別人看不懂 但是我看得懂 就是我知道 我吃在這個手臂上的意義 OK 我們這裡呢 你看刷一波野怪 我的血線又回來了 然後我們就準備來去做事囉 那個藍BUFF順便吃一吃 然後敵方這一隻銷獸 又出來了 沒有錯 相見歡 哇我們這裡直接把他一個 一波帶走 超級無敵痛 因為我這場 我是出一個攻擊力很 我是出一個全攻中的這個凡恩 那這個出裝 不建議各位來去做一個學習 因為基本上這一場 我拿凡恩打野也是很鬧的 因為 就這樣前面講的 我沒有那個 第一個我沒有瞬移 然後我等級太低 然後我沒有 重點是我沒有角色啦 這個是一個最大的重點 然後我們這裡呢 順利的拿下三連殺之後呢 一樣把兵線給帶進去 基本上現在敵方應該是 沒得手了啦 基本上是沒得手了 那我這場 我後面打的比較調皮一點 就是我想要把敵方 全部盧到變成平頭 呵呵 直接變光頭了 我就是把他那個 全部的塔全部拿一拿 我決定要三路兵線全部一起關進去 我們這裡呢 看對面全部都在下面 中路跟上路直接放空城 那我們這裡呢 先把中路的外塔 那中路的高麗塔 給吃掉之後呢 再把下路的 上路的高麗塔 給吃掉 這時候就這樣 三路全破 現在基本上 已經沒有任何人可以擋住我了啦 現在這個狀態就是 一個那個什麼 名言 名句 佛黨 殺佛 然後那個 反正後面那句忘記了 隨便就是這樣子 呵呵 懂就好了 懂我的意思啦 OK 好那我們這場呢 就順利的拿下這個 C牌的排位賽 說真的我覺得 C牌排位 在C牌排位的 各位觀眾朋友們 你們要想辦法 你們要自己想 辦法 自己爬上去 你們很多人都會跟我說 欸就是 各位 我隊友很雷啊 然後怎樣怎樣怎樣 我自己也打過 低端位的那個排位啊 為什麼很多人都爬上去 為什麼 你要想 你要想那個東西 就是為什麼人家也是在這個環境下 但是他卻可以往上爬呢 這個到處你們可以 好好想想的一個東西 那我們就下期見囉 拜拜 最近呢 Garry的那個電腦 就是我在使用電腦 開始變很鈍 很卡 現在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他突然最近就是變很盪很盪 然後我就覺得 他可能就是年獸一盡 因為用很久了 然後我就想說 要不要買一台比較好一點的電腦 那我第一個首選就是 MacBook Pro 因為首先第一個 他們家的東西 作業系統很穩定 就是不會突然 P啊 突然關掉 PS突然當掉之類的 就是不會 很少很少會這樣子 所以我第一個首選就是他們 但是 我後來看到一個問題 不知道各位 你們怎麼解決的 我在想 是不是可能要額外買一個插槽 就是 他竟然沒有SD卡跟USB的那個 那個什麼 插槽 因為我自己 會用相機 然後會拍照 會 用影片 所以 SD卡的插槽 對我來說真的是 很必要 那如果沒有SD卡插槽 我那時候想說 沒有關係 我有一個讀卡機 用USB也可以 結果他也沒有USB的插槽 我覺得很怪 因為我以前看人家那個Mable Pro 是有的 可是新一代的卻沒有 就是他 四個那個孔 都是 都是他們家的那個 我忘記那個叫什麼 那個 反正就是有個專有名詞 就是沒有USB跟SD卡的插槽 我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突然這樣子 那 我在想是不是要額外買那個 外接的那個硬碟 我在想 因為 外接那個 那個 插槽那個孔 好像也蠻貴的 我 我現在真的是很猶豫 要不要買其他家的 可是我又怕那個座位系統又不穩 如果你們可以 推薦我一台 好用的 筆電嗎 歡迎在我的YouTube下方 留言給我知道 然後 你可以跟我講一些 比較細節的東西 我們可以慢慢看 那我們就下期見囉 掰掰